消防人鑽进地下室布满管线的通道 开着手电筒扛着长长的水线 对着冒烟的管线不断洒水降温 这里是5月底发生火警的 新竹市请空会大楼 没想到今天中午11点多 同一栋大楼的地下一楼竟然有白烟冒出 由于整栋大楼目前仍旧没有复电 当时为了让住户方便拿住家的物品 于是试图让电梯复电 没想到却突然冒烟 工作人员当下赶紧断电处理 民众也立刻通报消防局 消防人员到场后拉水线灌旧 并联络机电厂商前来协助确认 消防人员也从28楼一一往下巡视 各楼层的配电盘都没有异状 也确定没有人员在建筑内 后续透过大楼管道交零冒烟处来降温 在一个小时左右 现场已经没有冒烟的情形 温度也大幅下降 幸好没有人受困伤亡 至于详细的冒烟原因 还有待调查理清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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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